警告 10 秒鐘後即將登入地球 快拿起手機下載全新飛碟APP 接收地球大小事 好 9 年 27 分 歡迎大家回到生活同樂會 禮拜五就是要一個非常開心的感覺 尤其今天又是Christmas Eve 只不過這一兩年 對大家來說真的滿悶的 因為就像我剛剛講的 不能出國你覺得身心都不健康 但是在國內還是可以玩的啦 那重點是說呢 跟誰在一起 有時候我們說人對了 到哪都對了對不對 但是呢那個當孩子出生之後 你就會覺得奇怪 這小孩在這裡怎麼都不對 只要有一個小孩在旁邊 就什麼都不對 我以前的悠閒呢 我以前想吃就吃什麼的快樂呢 我以前想要到哪裡上山下海 都不用考慮 我要上廁所啊 我要尿尿啊 我肚子餓了 而且小孩子不能餓耶 你知道就是說呢 像以前我們那個大人出去玩的時候 我們可以比如說早上出門前 七點的時候在飯店吃一個早餐 然後我們就是說吃飽一點 吃很飽吃很飽吃很飽 因為等一下可能要上山 然後就沒有東西吃 可能要到下午三點才能吃第二餐 我們都很OK 可是為什麼小孩就不行 我記得我女兒小時候 我還因為這件事情非常的憤怒 罵過她 我說我不是跟你說早上吃飽一點嗎 我就跟你說早上吃飽一點 中午會沒東西吃你 為什麼這樣子就這樣子 就後來我罵了她之後 還被別人罵 就說小孩跟大人不一樣 你不可以這樣子要求小孩 他時間到了就是會餓 他沒有什麼早上跟你一樣吃飽一點 然後可以一直餓到下午三點 唉 我就想說為什麼孩子 不能成為我們很好的旅伴呢 可能是因為方法不對的關係 所以今天我們就請到了旅遊作家 現在應該算是親子旅遊專家 讓我們歡迎陳玉欣 玉欣你好 大家好 陳玉欣好 來 0到6歲 是的 親子旅遊全攻略 把脫遊瓶養成小旅伴 今天呢 大家都在問主角為什麼沒來 抱歉主角是作者好嗎 哈哈哈 但是 你家小孩也太可愛了 這一隻 謝謝 他現在幾歲了 他現在七歲了 那現在人就不像現在背板長的那個樣子 他現在比較高 哦 這個 現在你背板上還有你書封 書的封面上面的這一個可愛的年齡是幾歲啊 這時候一歲 兩歲多一點 哇 他現在是這個樣子 他現在長這個樣子 比較像這個樣子 哦比較大哦好可愛還是好可愛哦 我只要看到小孩可以自己上山下海 不需要大人扛或者是看起來就是 他這個時候五歲哦 然後跟我們去那個 呃你剛剛說你很喜歡的地方 沖繩嗎 沒有義大利 義大利 哦真的哦 對那是去彩松路的行程 哎大家看一下哦 可以近一點看 這個是五歲的時候 五歲的時候 那現在就更大啦 現在跟 可是長相差不多就是高而已 高一點 嗯 好 我們來看看哦 能夠寫出這本書哦 當然呃這個還是要感謝有一個這樣可愛的小孩哦 那呃很喜歡旅行 玉欣你之前 之前其實就有其他的這個旅遊書嘛 對我寫了好幾本 對但是呃前面的旅遊書大概都是以什麼為主 就是 咖啡館然後電影 還是有主題 就是大部分是主題旅行 我大概沒有比較沒有就是 直男性的 對 的書 這本可能可以算是第一個 直男性的旅遊書 欸以前那些書是在 還沒生小孩前嗎 對還沒有生小孩前 你生小孩之後就這一本了是嗎 對 哈哈哈哈哈哈 哎呀媽媽是很辛苦的 孩子會佔據我們非常多的 不是只有時間 還有我們的腦子哦 就是腦細胞好像在那段時間都會暫停 就沒有辦法做任何需要很多腦的事情 有啦其實我有陸續都有出 我給自己的目標是一年一本 但是是因為這一本是唯一 應該算是 唯二兩本是跟他有關 然後這本是完全是以他做主題 以帶小孩子出去旅行做主題的 很棒耶 所以在這本書裡面 但是因為 其實你原本是希望全球攻略啦 但是這一兩年真的沒有辦法出去 對 所以可不可以告訴我們 嗯 零到六歲親子旅遊全攻略在這一本 我們先介紹一下 對不對現在七歲嘛 嗯 兒子嘛 多多 對 那如果說今天是非常非常旅行的父母親 一定沒有辦法忍受就是孩子出生之後 我要因為孩子的關係而被綁在哪一個地方 對 所以從他大概七個月大開始 呃 是嗎 正式的旅行是六個月 第一次上飛機是四個月 嗯 而且一定要把握兩歲前因為不用錢 不用錢 對 欸兩歲前你帶他去的多少地方 我記得我有歷史 印象中 有 很多就是日 京都 東京 嗯 嗯 巴黎 欸聽起來都 都不像是 適合小孩的行程耶 都不像啊 都是適合我的行程 哈哈哈哈 所以 所以你完全沒有因為孩子的出生而被迫 像我們只能去沖繩這樣 呃 沒有 因為 應該這樣說就是 我自己很喜歡旅行 旅行是我 占掉我人生二十歲以後的人生很大的一部分 嗯 那我在懷孕的時候就有跟我先生討論過 我說如果我不開心 媽媽不開心 小孩一定不會開心 所以我要讓小孩習慣旅行這件事 嗯 所以我在養他的時候 但是在肚子裡面的時候就已經有想過 他必須要是我的旅行同伴 嗯 因為我不太可能 我不住台灣嘛 所以我的 家人也都不在 我住新加坡 哦對對對 忘了跟大家講 育心住新加坡 嗯 欸你是一直都住新加坡嗎 你是幾歲的時候 沒有沒有沒有 我是結婚之後才去的 結婚之後才去的 對 呃 所以在新加坡待了幾年 目前第10 10年 嗯 欸你前陣子回來的嗎 我是 11月底回來的 所以他也是經歷了14天 關好關滿 是的 關好關滿 對 所以你在新加坡 新加坡其實說真的 呃 算是一個比較國際化的都市 對 嗯 所以對於旅遊這件事情也會更有一些 呃開放性的思想 對 然後因為在那裡也接觸到來自世界各國不同的人 是 但是因為其實在疫情前我在新加坡時間不太多 嗯 嗯 我都在飛 你是都在都在旅遊嗎 基本上一一年可能就是四到八當之間 哇 對然後不包含回台灣 哇 真的太棒了耶 就是都在飛 所以你那時候從懷孕的時候 你就已經跟呃先生有過這樣子的一個共識 對我沒有共識 就是我的孩子以後都要跟著我 對 一起去旅遊 是 欸你的旅遊都一定會有先生嗎 不一定 不一定 嗯 對大部分應該說 可以的話盡量希望能夠全家一起 對 但是如果不行的話 嗯 就是我帶他囉 嗯 對 很棒 所以你說從大概 呃四個月第一次上飛機了 嗯 然後呢真正的呃旅遊的規劃第一次是六個月 對 第一次是六個月 然後呢是回台灣的時候帶他去 台南 嗯 兩天一夜自駕旅行 嗯 那個時候就是新手入門 很容易的 因為 坦白講 我雖然對旅行很拿手 但我對當媽媽不拿手 對 所以我覺得我很佩服的是就是在 呃 你知道我小孩剛出生的時候第一次當媽媽 你一定手忙腳亂 嗯 我還記得我兒子也是就是剛剛出生 因為我兒子又早產嘛 嗯 所以他其實比較一開始比較難帶 嗯 那我記得我們第一次帶他去好像是花東吧 嗯 然後在那個呃在車上就是要哺乳 嗯 然後在火車上 我就手忙腳亂了你知道嗎 然後呢就是 就是 所以你是親衛嗎 我親衛啊 哦那你比較偉大 然後 我沒有 然後就要抱去那個火車裡面有哺乳的 嗯 可是因為火車一直在震動啊 我記得我們那時候應該是那個 呃 普悠馬還是什麼東西都忘記了 他還是有一些蠻震動的路段 嗯 然後小孩就吐了 因為 因為他雲折嘛 一邊吃就 哇 哇賽我那時候真的覺得好絕望哦 就是剛出門而已 就出門還沒有抵達目的地 光是在旅途當中我就覺得 因為一個人在裡面 然後又 要弄很久 那又很怕還有其他人要進來 哎呀我覺得那個心理壓力超大 你不會有心理壓力嗎 應該這樣說 我知道現在的主流趨勢就是 媽媽要很疼小孩 要情味要給母乳 可是我那個時候自己有去想過這件事情 我覺得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應該是 母親自己本身是要是很開心的 去看待這個關係和看待這個小孩 如果今天不管你是為了做任何事情 即使你是為了小孩好 結果你很強迫自己 導致你自己不開心 小孩會感受到的 他也不會多開心 那我就是屬於 我不是不願意欺慰 但是我真的就是 就是 比較少 就是我的 我沒有那麼容易 有那麼多乳汁 所以他不夠 那我就 那就不用搶求啊 對我就不搶求 我就說我能夠給你多少我給多少 那 他OK就OK 我覺得這也是所有的媽媽 我會建議大家要去想的一件事情 不管你要怎麼帶小孩 不管我們多麼愛小孩 你要先愛你自己 嗯 欸那四個月大那一次旅行啊 你當時出發前有做什麼計畫嗎 我出發前最大的計畫 我很害怕小朋友在飛機上大哭 對 因為從來沒有坐過飛機我也不知道他的狀況會是怎麼樣 嗯 所以我就參考了很多人的建議 比如說 一上飛機的時候就 飛機起飛的時候就先讓他 呃 睡覺 不是不是 能睡覺就很好 但問題是小孩什麼時候能睡著 真的不是我們能決定的 嗯 所以你可以做的是 如果他那個時間點 正是他需要吃東西的時間點 就那個時間起飛的時候餵奶 嗯 你是小baby的時候 對 因為他在吸雲的時候 他的耳內的那個不平衡的感覺會比較好 對 會比較好 那 另外再來一件就是 有些像我一個朋友就問我說 我就不知道他那時候會不會喝奶啊 我說好 我們這時候就要突破禁忌 很多人會覺得 我不要讓小孩子喝什麼太多果汁 可是嬰兒果汁其實還好 那你不常給他喝的前提下 他那個時候只要喝到是甜的果汁 不一樣的東西 他都會很願意張開嘴巴吸 哦以後他會非常期待 就是要去坐飛機 飛機起飛的那一瞬間 我就會有甜甜的果汁可以喝這樣 就是在不得已 對在不得已的狀況下你就要去調適 就是這些東西是不是真的對小孩子有 有很大的傷害 像我也知道很多百歲醫生的性 就是很相信百歲醫生這個 育兒說法的人會非常建議說我帶小孩子出去旅行 結果我的副食品怎麼辦 因為他們還有那個副食品要求黃金比例 我真的不是說這個不好這個很好 這個很好但是 而且現在也買得到那種所謂黃金比例的包裝型 鷹兒食品可以帶上可以帶去旅行 但是如果你去個三天五天 你要是去十天 你的你要特別準備一個一卡行李箱 完全就在裝食品會非常的重 那我就會覺得如果小孩子到了一定的年紀 比如說六個月以上八個月以上一歲以上 請你吃的東西或是媽媽家長要有個觀念 就是她一個星期吃的不是那麼的營養或健康 真的還好 對於她漫長的一生來說影響真的很微弱 對對對 就是你把時間放長了之後其實真的都還好 我就最常跟人家講的就是 因為你知道常常以前都有粉絲 會很難過的寫信給我 我就說她因為沒有辦法就是當全職媽媽 那因為他們就看我都這麼忙嘛 就我工作啊家庭這樣 她就說她都會錯過孩子的很多第一次 比如說第一次叫媽媽 第一次什麼什麼這樣 然後我就跟她說真的 我說親愛的你真的不要想這麼多 對 我說呢 你會覺得你沒有你錯過她的第一次 第一生媽媽 然後你會覺得很難過 可是呢很快的 你會對她的每一生媽媽 你都覺得很煩對不對 你整天都在媽 不要再叫了媽 我說你這輩子會聽到無數的媽媽 我說真的沒有那麼沒有那麼沒有那麼 沒有那麼嚴重喔 我說真的不要想這麼多 我就覺得你你的這個想法跟我是一樣 但是我在做法上 我可能沒有辦法像你可以做的這麼的順暢 我就還是會很崩潰 所以我覺得你 我覺得你是不是真的是因為做夠了 有先做好準備 再加上放開心胸 我覺得這是不是兩個一個很重要的 兩個很重要的這個關鍵點才能夠讓你有這個勇氣 可以啟程帶孩子去旅行 應該是說這兩件事情是做媽媽要先有的 先說服自己願意接受的觀念 你才有辦法很開心的帶小孩出遊 但是對小孩來講的話 我個人會建議 但是現在疫情關係啦 我也不敢這樣 不太敢講這樣子的話 我以前是很擔心我的小朋友 因為很多baby是一抱出去看到外面不同的人 他不認識的人他就會大哭 就是很怕生了的小孩 那我很怕我的小孩是這樣 因為如果是這樣的話 很難帶出門 就是講真的很難帶出門 因為小孩子莫名其妙的大哭 其實不能怪他 那但是會妨礙到別人 對 是真的會妨礙到別人 所以我後來處理的方式就是盡可能 讓我認識的人 就是我的親戚朋友們輪流抱他 喔 然後讓他習慣在吵雜的環境裡面午睡 喔 就是午睡跟 就是小睡跟晚上過夜的睡覺是不一樣的 對 小睡的時候我是習慣讓他 在我身上睡著 然後即使我們在講話或是在看電視 都OK 他可以在那樣的音量下他習慣 因為貼在我身上他就很 很舒服的可以睡著 小孩子如果可以做到這一點的話 基本上帶出國就不是太大的問題 因為表示他在飛機上 他在火車上 他在任何你的行動間 你只要用杯巾抱在前面 他累的時候他可以睡著 小孩能吃飽能睡好 他基本上旅行就不會造成太大的困擾 欸這個大概是在 強保中嘛 對 的準備 所以是一歲以前嘛 我一歲以前就讓他 常常跟 就是 即使我帶他在台北 或是在新加坡玩的話 我會讓他自己走在我眼睛看得到的範圍 他那時候還朗朗強強的走 也跑不快 那他會自己去探索這個世界去看別人 所以他就不太容易因為 他會 一個陌生人靠近他 他就哇大哭 是比較不至於這樣 但是 媽媽的眼睛要在他身上喔 好 我們在這邊先休息一下 待會回來喔 我們就可以來講 就是說 當我們做了一些先前的準備之後 孩子真的出去之後 其實也是挑戰的開始 因為我們真的沒有 沒有什麼事情是 尤其是孩子他有他自己的性格 跟他自己碰到事情的一個反應 所以 包括出去之後 有一些食衣住行怎麼安排 然後另外還有另一半的分配 因為其實如果出去 什麼事情都還是媽媽的話 媽媽真的會爆炸喔 所以我們待會回來呢 再來跟裕欣聊一下 那個 背在身上這件事情 欸可不可以他背到蠻 背到他蠻重的 我都還一直背耶 就是到 可能到14 15公斤都還在身上 可是很好待 這樣真的會很好待 我兒子啊 我兒子呢 上飛機 我兒子第一次出國 跟第二次出國 都是讓我們非常的驚訝的事情 就是很順對不對 就是飛機 我那時候真的很擔心 他會在飛機上哭 你知道嗎 我真的超怕 結果呢 你知道那個飛機起飛的時候 在滑行的時候 嗯 他就笑了嗎 他就睡著了 然後呢 因為我們都不敢去太遠的地方 就沖繩啊 日本啊 在飛機準備那個起落架放下來 要準備下去的時候 他才醒過來 天啊 兩次都這樣 而且很奇怪 都是飛機一上去 他就 就睡著 有可能小朋友就是那個 那個狀態他反而更容易睡著 就看狀況 如果他的耳內 耳壓沒有不舒服的話 那也就是因為他第一次這樣 我們才有 才有那個 才有第二次 不過後來他變得比較大的時候 就沒辦法了 然後一直講話 就只好給他那個 給他那個電動 就是那個不是啦 那個我們做那個前面有螢幕吧 他就可以一直看電視 他就可以看電視 他非常爽 他中間都沒有吵 他就一直看 一直看 對平常都不給他看 我們就是平常 在家都不給他看電視 對 然後一上飛機的時候 他就一直盯著看看 都不會找我們 所以他很喜歡出國 因為出國 他很喜歡去住飯店 因為住飯店的時候 也可以一直看電視 所以他整天都在問我們 什麼時候去住飯店 出國的話就是 我兒子住飯店最開心的是 欸我可以躺在床上看電視欸 家裡都不行 對家裡沒有 我模仿不放電視的 對對對 平常不一樣 我女兒是那個很怕生的那種 他到四歲的時候都還沒有辦法 就是 就是都還很害怕 對 那我兒子就是一個狼狼厚 我兒子也是狼狼厚 對啊所以我跟妳講 這跟孩子天生的氣質 還是有關係 對 氣質真的有關係 對 我姐小時候暈車就是睡 說不定暈機睡著 對 但還好他沒有吐喔 我們有一次最可怕的就是全家暈船去那個 去龜山島嗎 去看金屯的時候 那天風浪實在太大了 唉我們全家就是 真的是吐 吐翻了 我兒子就吐那麼一次之後 他飛機什麼都沒有 但是那次坐船去看金屯的時候 吐翻了 我真是嚇到 他不是去 就是 他那個時候兩歲 兩歲大而已 然後我們去希臘 就 在路上碰到陌生人 就聊天 然後他那個陌生人是開著船 9點46分 歡迎回到生活同樂會 來我們今天一同去交遊單元 如何把脫遊瓶養成小旅伴 呃 那麼出了這本書 希望呢能夠讓 所有的爸爸媽媽 呃 放心的把0到6歲的孩子都一起帶出國去旅遊 不過當然這幾年就是 也不曉得到什麼時候才能夠開放 能夠出國旅遊 這件事情喔 確實是讓人覺得蠻痛苦的 那不過說真的 其實我覺得 剛剛在那個過程當中 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喔 大家不想要帶小孩出去 有一件很重要的關鍵因素 就是我覺得很累 因為小孩可能沒辦法走 你都要動動就要抱 那你就要抱著他 或者是呢 呃 推車 推車也是一件很重的事情 我出國真的很不喜歡帶推車 那怎麼辦 呃 你是怎麼處理的 好小朋友3歲之後 基本上就自己走了 我們家的小朋友 他會要爸爸媽媽抱 那我們會抱他一下 那會跟他 我跟我兒子的溝通就是 媽媽抱你抱到腰受傷了 所以我們只能夠坐著抱你 如果你累 我們坐下來 媽媽抱你一下休息 然後你就要自己走 他是OK的 就是經過溝通他是可以 但是3歲以前 確實需要的一個東西 叫嬰兒推車 嗯 那我的嬰兒推車就是買 最便宜的輕型款 你是說那個散狀的那種嗎 收起來很小的嗎 不完全是散狀 我其實不是 不是散狀 而是 呃 那要叫什麼 他就是輕型的嬰兒車 但不是散狀的 我知道我知道 對 那大概3公斤 3.5公斤左右 嗯 很耐重 嗯 嗯 我不能講牌子 但是很便宜 我就是買了3千塊而已 沒有花多少錢 嗯 那他好用的程度是 嗯 其實帶小孩出去最痛苦 最辛苦是當你一個人 嗯 你要推推車 東西很多 對然後大包小 還有行李 然後沒有人幫你的時候 那是最痛苦的 比如我去京都的時候 我到的時候就是我一個人到 然後我帶著Baby Baby一歲半 嗯 那我身上的東西就是 我能夠做的就是把我的行李 盡量的精簡 對 所以我的 我和他東西加起來 就是一個大概這麼大的軟包 不要用硬包 欸等一下你是去京都幾天啊 呃 兩個禮拜 天啊你兩個禮拜 然後你跟他加起來東西 才這麼大的一個軟包 對而且還是冬天 就是去我們去看楓葉的 哇賽 所以打包行李也是一個 很重要的事情 特別是冬天 很多人覺得冬天出門 就是要帶很多東西 衣服就很重 沒有你就帶洋蔥式的穿法 你真的需要帶很多的 帶比較多的三四件以上的 是貼身的那一件 對對對 你就換貼身那一件就好了 其他外面天天都一樣 沒關係的 嗯 那小朋友的話 能夠在當地買的東西 就在當地買 不要壓在自己的身上類似 何況去日本這麼方便的地方 拿什麼東西買不到 嗯 一定都買得到 欸真的欸 你知道我以前出國啊 就是東西都要帶好多 比如說我去七天 我就要帶七套衣服 對不對 然後呢 年輕的時候 對然後就 我跟你講我到現在還是這樣的一個狀態 但我已經很久沒出國 所以已經有點忘記 結果呢 我有一個朋友 他的行李就都好少喔 我就是這種人 對然後我就會說 你為什麼行李都那麼少呢 他就說 他說幹嘛 他說你就帶個兩套衣服 然後到了之後就開始買衣服啊 他說不然你 他說不然你買了之後 對 你的行李怎麼帶回來 你都已經去的時候 就塞這麼滿了 你怎麼帶回來 他說這裡 他說你要看你去哪裡嗎 嗯 比如說去日本 到處都可以買衣服嗎 欸我想想也是有道理齁 是 因為我們有一次旅行 碰到的狀況是 我們從新加坡飛日本 其實很遠 非常遠 就是要七個小時 然後中間我們是轉機 在上海轉機 那我搞不 那時候沒搞清楚說 進上海 即使我只是轉機 我都仍要下機 再過那個檢查 然後再回去 嗯 我知道這件事情 但我不知道行李 我們也要自己 再提進去 所以我的行李就留在了上海 然後人就到了東京 哇 然後我們東京還不是 東京還不是我的終點 我其實是要從東京再去北海道 喔 對所以我們那十天的那個旅行 嗯 大概前七天都沒有行李 就是在UniCro隨便買一件東西啊 然後代替能用就用 那個小孩那時候多大 小孩那時候也是兩歲 兩歲多一點 欸可是孩子出門 我東西都超多欸 比如說藥品啊 那些東西 就有一大堆啊 小孩出門藥很多 就是你要備各式各樣 你去日本的時候都還好 只有 像我的小朋友 我唯一真的會常備的藥 就只有一種 嗯 中藥的葛根湯 嗯 因為它是 像我會帶這個原因是因為 之前去歐美旅行啊 歐美旅行的話 小孩子真的就是 你沒有廚房前 你沒有帶去看醫生 他如果感冒 因為我們知道他是個很小的感冒 你都買不到藥 對 六歲以下是不會開藥給你的 對對對 你去任何藥局都買不到藥 那 我那個時候就發現 那個 某個廠牌出的 帶裝的 很好攜帶的那個葛根湯 他是小孩可以喝 嗯 就是你就只要分量對的話 小孩 小小孩喝都沒關係 嗯 你就放在牛奶裡面 然後給他喝下去 是有用的 嗯 然後 腹中藥也少 因為他不是西藥嘛 所以我們還是覺得說 中藥 某一部分 然後他又願意喝 也有效果 所以那個我就會常被 嗯 因為我們家都有過敏性鼻炎 所以你只要鼻子有一點不舒服 然後感冒 天氣冷 其實就會給他喝這些東西 或是熱水 嗯 那就會比較好 那 除非說出比較大的意外 那你就真的必須要 馬上立刻找當地的醫院 在當地就醫 對 因為我們有一次是 去Pattaya 那那是坐郵輪 就是我是在新加坡出發 坐那種東南亞郵輪 就因為出發前 小朋友在這個地方 他那時候五歲多 在這個地方有個傷口 很小是那種幾乎看不到的 嗯 我想真的 就算我再有經驗 我會覺得這邊一個傷口 小到幾乎看不到 還好吧 對 擦個藥就沒事了 嗯 對可是沒有想到他上船之後 這個巴就越來越大 我發現他沒有 沒有變小 嗯 沒有變好 他反而是越來越擴大 嗯 我不知道是怎麼回事 所以我就 拍了照片 LINE給我一個醫生朋友 嗯 然後他就說 這是危險三角帶 他說這一區都是危險 這一區都是 對就是你有任何的傷口 Open的傷口 嗯 然後趕快去就醫 因為看起來就是他可能會有 發炎或潰賴 你不知道是什麼細菌進去 嗯 所以我們當場就在Pattaya 找Google 找那個評分最好的醫院 嗯 立刻送他去看醫生啊 嗯 這種就沒什麼好講的 沒有什麼好 就不要猶豫了 嗯 好所以那你們出去旅遊的時候 你跟先生是怎麼分配你們的 工作嗎 對就是在孩子的部分 孩子的部分喔 我覺得你平常就要在家裡面 嗯 讓你的先生參與小孩的成長過程 嗯 的工作和責任 如果你平常都沒有做這件事情 你旅行的時候叫他做 他也顧不來啊 他幫不了你的 嗯 真的真的 嗯 那因為我們 我是住新加坡 但我小孩是在台灣出生的嘛 所以我是在小朋友 四個月大才回新加坡 嗯 那這兩個月 就四個月到六個月大的時候 我有很清楚的發現到 我的先生對小baby是 完全無法 完全沒有辦法 對 去照顧的 那我覺得這不行 嗯 我就跟他講 我說你的上班很忙 我知道 你要他 你說你偶爾幫忙換個尿布餵個奶 那個都不是你的工作 你不會覺得這件事情是你的事 嗯 你就是偶爾來幫個忙的 那這樣不行 嗯 我們小朋友的一定要有一件事情是 你的事 我不碰的 洗澡嗎 對 後來就是洗澡 通常爸爸就負責這個部分 我們家爸爸之前也是從這個開始 對 他需要從這件事情 他就在這段時間 對他來講就是很重要的 父子親密時間 然後他培養出 所以他 等到我們旅行的時候 我並不需要特別去跟他講 嗯 你的兒子會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他自己就知道 嗯 他會自己發現 所以 滿OK的 嗯 所以就是說應該在平常的時候呢 就已經有夫妻的 對於孩子的事物的分工 對 那出國之後在過程當中當然就是更 嗯 對 那當然在呃所有出去孩子 就帶孩子出門玩 包括從呃旅行的這個呃地點啦 路線的選取啊 嗯 這些其實都是有學問的 而且不同的年齡可能適合的地方 或者是呃要做些什麼事情 怎麼安排實際住行都不太一樣 可是其實真的就我來看 我覺得對裕欣來說 你沒有因為孩子的年齡 而有什麼太大的地點的分別 沒有 地點是沒有分別 但是實際住行的安排 可以有一些分齡的建議跟提示 對 都寫在這本 零到六歲親子旅遊全攻略 把脫油品養成小旅辦的書當中 那呃 欸最後只剩下十秒鐘了 欸你們最近親子旅遊都 這兩年怎麼辦 喔 你們在新加坡也不行啊 新加坡的Staycation 就坐郵輪 就是not to nowhere的郵輪 喔 那還是 我跟你講還是國情 在台灣還是沒有 喔 可是我覺得台灣很多地方可以玩啊 我這次帶他回來 我帶他去好多地方玩耶 哈哈 有機會我們再來跟玉欣聊 謝謝玉欣 謝謝玉欣 謝謝你 directing 解釋 請 screening 我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